4月3號 中共公安部舉行新聞發布會 新聞發言人李貝介紹 自十八大以來 全國公安機關共有3900餘名警察應公死亡 2022年 308名警察、179名輔警應公死亡 還有4334名警察、3470名輔警應公輔傷 但中共公安部給出的死亡和受傷數據 受到外界質疑 死人是一個很精確的一個數字 他講3900餘人 這個數字他首先就不精確 他就指著令人生疑 他說是因公犧牲 過去甚至還出現 因為裴領導喝酒醉酒死 然後被評為烈士的這種事件 李貝在會上說 因公死亡的名單裡 一人死在掃黑除惡一線 一人死爆炸現場 還有兩人死在反恐防暴現場 因此並不代表說他這個因公死亡就是爭議的 另外一個 如果這個數字是屬實的 那就意味著中國社會的矛盾非常的 但是是不是因此造成這種人的死亡 這是另外一回事 近年來 中國各地惡性事件頻發 僅4月的前兩天就發生多起 包括河北邯鄉有人駕車撞人 吉林和重慶有人持刀砍人等 但都是底層民眾互害 沒有疫情是針對警察的 目前 中國社會經濟衰退 失業率暴增 底層民眾受到沉重打擊 整個社會動盪不安 民間抗爭此乎比起 3月28號 中共公安部印發 加強公安派出所工作三年行動計劃 要求市縣公安機關警力向派出所下沉 推進一村一警 並在2025年底前實現全覆蓋 也就是在基層 所以他要把這些警力向城 要一村一警 進一步來加強這種網格化的控制 他這個規定的說簡單一點 就是說我給足你錢 給足你武器 彈藥 給足你各種高科技手段 然後選擇一群酷吏來充當打掃 採取這種網格化管理的形式 所有的資源都向基層傾斜 把老百姓基層社會牢牢的控制起來 達到類似這個軍管的社會 3月初 中共公布2023年維穩費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6.4% 軍費同比增長7.2% 而中共在全社會實施網格化管理已近20年 形成異常嚴密的維穩系統 新的計畫提出擴大群方群制力量 建設更多的高等級封橋市派出所 賴建平說 中國社會矛盾日以突出 官民對立 社會動盪 歷代王朝滅亡的前兆中共全部具備了 如今 中共為保證權用更高壓的手段軍管社會 最終會把自己給埋葬了